各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题 那这一题也是跟上一题有点类似 只不过呢,它的加速度是沿着斜坡向上 沿着斜坡向上 那就如解题关键数叙述的 我们把这个坐标轴的方向呢 跟加速度方向一致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算合力 合力最后,因为合力的方向就是跟加速度的方向同向 所以我们就设定一个坐标轴 然后让这个合力最后就沿着这个轴上 这样就会比较简单分析 好,那我们先来把这张图放大一下 好,这里就把这张图放大了 然后我们来设定它的坐标 好,那么 我们就沿着斜坡向上叫做正X 这个跟斜坡垂直叫正Y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分析主角 因为它想要求的是加速度 那加速度会跟合力有关 合力造成加速度 那它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力这样子 从右往左推 那还要把其他的力也找出来 这样才可以找合力 然后再找出加速度 那这个木块主角 它有受几个力呢 它有受重力 NG 然后正向力 正向力垂直接触面 所以它是沿着Y方向的 然后还有摩擦力 因为题目有提到有动摩擦力 那既然它沿着斜坡向上 那动摩擦力应该就是向下 动摩擦力就沿着斜坡向下 好那这时候呢 有两个力是需要分解 一个是从右往左的F推力 还有一个是重力 因为这两个力都没有刚好在 X轴或Y轴上 而正向力是刚好在Y轴上 然后摩擦力也刚好跟X轴平行 所以摩擦力跟正向力 不需要分解 但是手的推力还有重力需要分解 那我们来分解一下 有点歪掉了 好差不多这样子 那这一个的话就是 沿着X方向的F分立F的X 那跟它垂直的就是FY 是在Y方向上 好那根据这个几何关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是θ的话 这边也是θ 所以F它就是Fcosθ 那Fy就会是Fsinθ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F分解了 那接下来还要把重力分解 好重力我们先把它写成W 这样我们就不用写很多次NG 重力是W 然后它在跟Y方向平行的部分 有这个分量 这个是W的Y分量 重力的Y分量 那也会有重力的X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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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X方向 这样子 好那 这个是W的X 那跟刚刚很类似的 我们知道这斜坡这边是坡度θ 那这个角也会是θ 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延伸线 做一些延伸线之后就会发现 做这个延伸线 就会发现这个角 是90度-θ 那也就是说 这个角就是θ 因为这边是90 这也是90度 这可以自己再画画看 总之呢 这个角是θ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画WX WX WX就会是 W的sinθ 然后 WY就会是 W的cosθ 那至此呢 我们就把没有沿着X或Y的这个力分解了 好那他想要求加速度 那他的加速度是沿着斜坡向上 所以我们就找这个X方向的力 就是这个FX 以及这个WX 以及摩擦力F 就是这三个 就是这三个 所以沿着X方向的合力呢 就是F Cosθ 加上 F WX 加上F F 最后要等于NA 这样 那 那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再把WX 写成 W sinθ 那其实就是 NG sinθ 因为W就是NG 然后再减掉F 最后会等于MA 那题目最后 他有给的符号 就是有F 有M 有G 还有角度 还有摩擦力F 所以最后的第一小题答案 其实也不是第一小题 他就只有问一个 他的答案就是 N分之 F Cosθ Cosθ 减掉 NG sinθ 再减F 好 这个就是答案的 谢谢 好